第355章 天龙卫出世 成功突破到小任督之境 叶寒的脸上并没有意外之色 因为他眼下的实力 本就已经达到了突破督脉的要求 成功突破顺理成章而已 不过突破后的叶寒 他的战斗力不同于普通的小任督之境高手 因为修炼的是灵气 所以他的战斗力比起那些 刚刚进入小任督之境的高手强多了 爆发之下 足以和小任督中期之境的高手碰撞了 但是尽管如此 叶寒也知道 他眼下和纳兰灭天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就算他现在和纳兰灭天再战一场 他也不是纳兰灭天的对手 他要追赶的路还很长 叶寒来到山洞外面 此刻12个天龙卫就如同12尊铁塔一样 站在山洞外面 他们的身上散发着让人无比恐惧的气息 恐怖的煞气和超强实力的结合 只怕一般小人都初期的高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因为他们是从无尽血沙中走出来的强者 叶绍 见到叶寒出来 12个天龙卫齐声教导 声音无比的恭敬和崇拜 他们能有现在这样强大的力量 都是这个神一般的青年赐予他们的 叶寒点点头 随后他看着阿军四人冷漠地说道 天龙将 现在我命令你们四人对我出手 不允许有半点的保留 开始吧 文言 阿军他们一愣 不过出于无条件服从这一条 他们同意了 是 叶绍 声音落下 四个天龙将犹如四道可怕的毁灭风暴一样 席卷向了叶寒的位置 他们的招数 虽然是在各种武学中学来 但是经过大半年的杀戮 他们已经把繁琐的招数去掉 留下来的是最直接 最简单的杀戮之术 一招之下 力求给对手一击致命 所以 此刻 四个天龙将的攻击是无比可怕的 不过 面对四个天龙将 叶寒的眼神不变 他的拳头同样是以最简单 最粗暴的方式迎接了过去 踢拳 钻拳 绷拳 炮拳 横拳 五行拳中各种拳术 被叶寒施展的淋漓尽致 五个人 拳头与拳头的碰撞 纵横四野 那砰砰砰的声音 好似沉闷的敲鼓声随着交手 可怕的气劲在周围的虚空肆意蔓延 看着夜寒和四个天龙将交手 剩下的八个天龙卫 眼神都一眨不眨地盯着 虽然他们崇拜夜寒 但是夜寒有多强 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见到夜寒出手过 不过此刻 他们看见了 被他们视为信仰的青年 虽然年轻 但他的实力是极其恐怖的 天龙卫中四个强大的天龙 将连起手来都不能击败他 砰砰的碰撞声连续响起 肉体的碰撞 那种酣畅淋漓的战斗 不论是夜寒 还是四个天龙将 他们战意昂然的同时 都在全力以赴 现在夜寒是他们的敌人 对待敌人 就不能留有余地 这是赵恒天教导他们的 请客间的功夫 夜寒已经和四个天龙将 交手了上百招 一意敌四 夜寒感觉出四个天龙将强大的同时 四个天龙将也心惊夜寒的实力 明明和他们相同的境界 但是夜寒的战斗力足足强了他们四倍 这是一个恐怖的跳跃数字 四个天龙将很强大 单对单 他们甚至可以秒杀 刚刚进入小任都之境的高手 如果他们四个人联手 那么小任都中期之境的高手 都会在他们的手中丢掉性命 最终 夜寒不能击败四个天龙将 而四个天龙将也无法击败夜寒 交手以此结束 夜寒看着四个天龙将说道 现在你们已经有实力闯荡地下世界 不过切磨因此自大 因为在地下世界里面 比你们强大的人还有很多 一旦轻敌 可能就是你们丢掉性命的时候 想要在地下世界生存下去 你们的心要比在这森林里面更狠 更毒 森林里的畜生没头脑 但是外面的人比这些畜生狡猾百倍 你们是我手上的利剑 我不希望看到出身 未结身先死的事情出现 我希望将来 我站在高处的时候 身边依然有你们存在 闻言 天龙卫的眼中 散发着熊熊烈焰 齐声吼道 天龙卫谨记夜哨教诲 夜寒点点头 说道 去吧 去江浙 找到天宗会的据点 等我的消息 没有我的消息之前 任何人不得妄动 阿军 对于江浙你很熟悉 到了那边 你知道该怎么做 是 夜哨 阿军重重地点点头 江浙 他阿军再一次回来了 不过这次回去 他将让华东地下世界颤抖 让所有人听到天龙卫的名字 都闻风丧胆 四个天龙 将带着八个天龙卫 离开了森林 以他们此刻的实力 此去 可以想象 会在华东 地下世界 搅动起多大的风云 看着十二个人离开这里 赵恒天说道 韩子 看来你是准备有大动作的时候了 可惜了 我暂时还不能出去 夜寒说道 赵大哥 快了 等森林里面 这剩下的十三人 全部晋级到培元后期之后 就是你赵恒天重出江湖的时候了 到时候 我们兄弟一起拿下南方地下世界 我期待那一天快点到来 赵恒天的眼中闪烁着强烈的雄心 来到腾冲的事情结束 夜寒离开了森林 不过这次回去 除了傻奔之外 小老虎也被夜寒带走了 以前送这小东西来森林 是为了让在森林里面训练的人减少伤亡 好在 这小东西办事还不错 进入到森林里面训练的人 没有一个出现伤亡的 现在 经过残酷的生死训练之后 这些人已经有一定能力 在森林里面自保了 小老虎继续留下来 也没有多大意义 离开森林之后 夜寒没有在藤中逗留 天龙未出世 已经先他一步 前往江浙地下世界 他也不能太慢了 天尊会敢把手再次伸到 华东地下世界来 这一次 夜寒要让他们疼到 哭都没有泪水 而且 除此之外 华东地下世界 也不应该有其他势力存在 血手堂那边 也事后解决他们了 老是留着这头 苟延残喘的狼 迟早会生变